大成国中弦乐团以及元武社 之前在普里艺文中心举办成果音乐会的活动 希望借由这个舞台 能够让普里的相亲 看到这群学生努力的成果 那他们能够有这么优异的成绩 我相信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要再一次的鼓励 所有的现在在国中读书的孩子们 其实音乐不但可以让孩子们 陶冶身心 那最重要的可以疏解课业当中的压力 所以在求学的阶段 如果有音乐陪伴 相信书可以读得更好 然后人生也会更美好 县议员黄世芳表示 这几年来大成国中 在学业或是技艺上 都发展得非常的不错 也希望相亲一起来鼓励 大成国中的学子 让他们能够越来越好 我想在大成国中 陈校长的带领下 那这几年大成国中的 不管是教育还是音乐体育方面 都发展得非常好 那下个月又是大成国中的 这个交响乐要到高雄市来表演 我想这是难得机会 那我想跟各位相亲一起来 鼓励大成国中的这群的小朋友 我想是越来会越好 县议员叶仁创表示 在各级名义代表的支持之下 大成国中弦乐团以及员武社 这几年来也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多多支持这样的艺术涵养的教学 给予资源及经费的支持 那么由埔里政公所 提供这个很美好的场地 然后在廖志成政长的支持下 在陈宜君议员的支持下 在我的前辈许阿甘议员的支持下 还有黄世芳议员的支持下 提供给这些学童 学生有一个表演的舞台 让他们有一个学习的重心 然后也凸显出埔里 富有非常含养非常丰富的人文艺术的气息 那么希望我们的县政府对埔里 这些艺术涵养的部分 能也多多给予资源跟经费的支持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大成国中的用心 也鼓励这群同学们 在艺术领域的发展上 能够更加的精进 进而能够为县内争取更多的荣誉 记者陈文一埔里采访报道